拖拉過來就可以了 或者Ctrl-X Ctrl-V貼過來 那這個格子比較小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比如說我上面要放標題 那我就把標題放過來 拖拉過來就可以了 拖拉過來 然後 Time的部分的話 時間也把它拖拉過來 放在第二個格子裡面 再來的話 Content 這個把它也是這樣 拖拉到 下面這個格子裡面 再來Email部分的話呢也是一樣 拖拉到下個格子裡面 那如果你要對齊換到另外一邊的話 你可以靠右對齊 把這個地方靠右對齊一下 這個是文字靠對齊 那這個 對齊方式的話是不是在 儲存格裡面 屬性裡面 再把對齊方式再改一下 這邊有個屬性標籤 你再把它改成Right OK 他就 對齊標籤 特別是每一個 你會發現每一個格子裡面呢 他都會有個T TD的話 指的是儲存格 你也可以透過 標籤裡面去做 變更 上面部分呢 如果說沒有用到ID ID如果留下來 放在上面的話 那你可以把 把這個 Delete掉 OK 那我看 這地方 OK 完了之後的話 把它save save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執行 大概看一下 如果 不滿意 還可以再 做 回頭再修改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放的位置 他就按照我的方式 就把 我要的 位置先放過來 那如果你覺得比如寬度不夠 那你就自己再拉一下 那位置可能太左 或者字太大太小 再去做修正 OK那你會發現 這個版 就做出來了 做完畢之後的話 記得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 再結束這個 版型編輯 這樣就回來了 OK 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是版型編輯的部分 哦